我是魏小宏皮肤科診所院長魏小宏醫師 從醫美行業大概十幾年的時間 那一路之間看著就是醫美的一個進展 尤其是雷射的部分 在最近這一兩年有更新的概念出現 就所謂的矽骨電波 它的想法是在於養肤的概念 我們知道皮膚有分成表皮層跟真皮層 那表皮層跟真皮層中間有一個可能叫做肌體膜 這個肌體膜非常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幹細胞就在這個地方了 是用加熱的方式讓我們的肌體膜蒸透 那蒸透之後呢 我們的紫外線就不容易穿透我們的皮膚 所以呢它這是一種所謂的養肤的概念 讓我們皮膚變得更健康了 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們皮膚就不會容易變得更敏感 所以它的治療效果像是難纏的乾斑 因為日曬紫外線所引起 或者是一些敏感性肌膚 甚至一些紅血絲 非常多的人呢 可以藉由這個精靈膜的增厚之後呢 黑色素沉下去呢 比較不容易長斑 這些紅血絲慢慢的沉下去 臉就不會放紅 我覺得它的重量治療效果在這個地方 而這個細乳電波X 我覺得目前市場上它是最棒的 唯一通過乾斑的適應症的微生電波 再來它同時間呢 又有了所謂的痘疤的適應症 G5電波X 它重點是跟前一代來比呢 它有多了一個0.3mm這個深度 那我們一直提到了所謂的基底膜的一個重建 生態系的平衡 這個基底膜的位置 其實就更接近了0.3mm這個深度 所以G5電波X就是針對這個深度去治療 目前也是唯一的一台儀器能做到這個深度 育膀生育治療這個概念是非常棒的 所以現在很多醫美科技都朝向這個理念所設計 皮膚科技先行者矽骨電波X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推薦給所有愛美的女性 歡迎你來體驗看看矽骨電波X 帶給你的無窮魅力